好,又是新聞聯報時間 昨天跟大師談過一個貿易之問題 今天不如說地產,地產在香港的重要命脈也是經濟問題 最近有一個發展商和地產代理呼籲 在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 現在蔓延得這麼嚴重,水深火熱在這一刻 不知道香港是讀拐點嗎? 應該要開始減辣,你能否贊成呢? 就是這樣,地產代理應該在這幾年來 都是心不如死的 一定是 其實辣椒對於發展商的影響不大 因為這幾年發展商也會賺錢 但對於地產代理的影響很大 但問題是,如果你要去減辣的話 你會影響到樓價可能會升回 因為現在樓價應該是正常水平呢? 樓價應該要在第一次用辣椒之前 為什麼用辣椒是不正常的? 所以如果你都未回復到第一次用辣椒的時候 你就去減辣的話 整件事你的邏輯是不通的 現在的樓價水平都未去第一次用辣椒的水平呢? 對,在邏輯上不通的 但是在這個狀況,因為支持樓價太重要 你就整個地產市場已經歪曲了 而且地產代理已經死得了 問題就是,當然我們所有的一個政策 都會要看它究竟是否一個必要的犧牲者 就是說,地產代理是否應該要禁止的? 如果它是一個必要的犧牲者或是犧牲者 有什麼辦法我們可以給它一些補償 令它們更好 譬如,以現今的補償 以現今的補償 去做出一些補償 增加佣金是否可以? 你增加佣金也可以,但問題是 結果也會推高樓價 其實已經是增加了佣金 因為新樓有些去到很高用感 對,有些去到很高用感 所以整件事就是 有一個很奇怪的理論 而這個理論是 很多人捉不到的 捉不到的 辣椒是樓谷市場 辣椒是有用的 人們覺得辣椒沒有用的原因是 爲什麽辣椒完之後你會升? 那你本身供應不夠的話 你就用辣椒之後你會升 辣椒之後你會升 那些人解釋不到 為什麼 其實很簡單 就是人們因為太蠢 他猜不到的原因 因為所有辣椒都有用 但所有辣椒你會用一會 但所有辣椒都會令到地產代理更加難說 因為它令到市場更加扭曲 而這個辣椒整件事 是由哪個時候開始搞起的呢? 就是由當年 港英政府時代的時候 去搞那些 第一次用辣椒 其實港英政府年代 九零年之類 減壓按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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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樓價跌的時候 他們會減少供應 就不是撤難 減壓 那整個想法就錯了 當樓價跌的時候 你就減壓 當樓價跌的時候 你就減少供應 那你就叫供應越來越少 其實永遠都是這樣 為什麼要減少供應呢? 因為實際上 那時候政府的財政狀況已經很差 你說的是 2003 2002 2003 那時候你不能隔離 你只有減少供應 因為實際上 你財政狀況很差 你已經不敢收少那些 喝水 你永遠不夠膽去做一件事 你永遠是會做 即 應該這麼說 凡是你任何的政策改動 都一定是犧牲品 我們也要知道 那是哪一件事實 但問題是 那個犧牲品 你剩下的需要 一個強硬的政府 就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說 犧牲的人怎樣呢? 你是否足夠補償 即是強硬 而一個是理性的狀況 如果不是 如果你永遠不做 或是要爭任權樓 大家不如大家一起抱著 他抱著的時候 當時的黑胡瓜 大家常常很開心 然後過了實力 人流眼淚也有更憂 這個狀況就是這樣 現在這段時間 但是 你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整個思材會越來越來越曲 大家會很多人沒有飯吃 你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 這個也是很強的經濟論述 我只是把那些客觀的事實說出來 如果你減辣的話 你那件事是密合緩的 但你不減辣的話 你的地產代理就很難做了 至於地產商應該是看著死的 因為地產商是之前已經死了大肥 應該他們可以頂幾年是沒有事的 是不是幾年呢? 我怕可以頂幾十年 甚至有人說可以頂過百年 因為他們到最後 如果頂幾年 他們的房子的價值會跌 如果他們全部賣走 那當然可以頂幾百年 但問題是 那一刻他們賣不到 你要看現金樓 他們的現金樓能夠去到哪裏 或者那些房子再賣不可以出 但問題是 政府不敢再推地 你明日大嶼也蓋不好 明日大嶼也蓋不好 明日大嶼當然是另一個問題 也就是全部都錯誤了 有什麼要說 所以我覺得減辣應該是一個 如果你減辣之後 你將來會不會面對更加大的問題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你減了辣 你會解決到現在的問題 但你將來會面對更加大的問題 你剛才說的一個前節 就是希望政府是一個強硬 而 reasonable 的政府 似乎我們現在的政府 很多人都說不強硬 你都不 reasonable 肯定 reasonable 不用說的 我都沒有說過 現在說不說是強硬 reasonable reasonable 應該是100%接近的 100%是 reasonable 很多人都 是不是一個強硬的政府 某些東西又挺硬的 但民生問題 我都覺得他所有事情都不夠硬 所有事情都不夠硬 始終就住一個軟滴滴的狀態 我們香港市民就瘦了 如果他硬的話 香港最主要有三成不開心 是的 我們下一節再見 指定什麼 你答應 你的選擇 封用 你選擇 或者你選擇 par